镜头转回国内 我们继续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中秋廉价的第一天 国道涌现了出游的返乡车潮 下午5点钟过后 南下部分路段时速依旧不到20公里 高宫值预估中秋廉价第二天 上半天仍然是以南向车流为主 不过下半天开始将会有一波提前北返的车潮 一旦就是一辆 国道3号北上往国务方向 接近傍晚车的辆还是很大 部分路段甚至一度止暴时速低于20公里 隧道前大塞车 而国一新竹路段原本预期下午3点后就会疏解 没想到过了5点还在塞 国三南下应该路段拥塞时间也比预期还要长 至于中秋廉价第二天 高宫值预估国道仍有出游跟提前北返的车潮 中秋廉价第二天预估国道呢 上半天还是会以南下的车潮为主 下半天开始呢 则会有提前北返的车潮涌现 以国道5号来说 早上6点到下午的3点左右呢 南下的车潮会比较多 至于北上的部分 预计是在中午左右到深夜的12点 车楼量会比较大 最尖锋的行车时间可能会达到平常的7倍左右 国一南下摇美到新竹 蒲岩到彰化系统 中午前车多 下午北上平井路段则是苗栗到虎口 以及西罗到蒲岩系统 国道3号南下土城的关系 快关到雾峰 中午前车多 北上车潮则是下午4点过后 有4个路段会比较塞 总共有14大地雷路段 国道5号要往南部 往宜兰地区的话呢 建议您在早上5点前出发 或是下午5点后再出发 那如果你要从宜兰地区 北返回到台北的话 建议您从早上9点以前就出发 日记廉价第二天 北部东半部可能会有降雨情况 行车时间恐怕还会再拉长 避免塞在车阵中 用路人可以先找替代道路 记者站林行一台报道